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您的女儿呀 她一个外人 你是 我走了 江雨晴 你给我站住 江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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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有事啊 这还知道 特意出来送我来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这事啊 梁牧生 好久不见 试试嫌妮 谢谢啊 行 行了 男朋友来了啊 你们聊 我走了 他是杨会长的儿子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去哪儿 去哪儿 以后 我就住在医院宿舍了 方便调查 调查 我什么时候让你调查了 这是党部的命令 可你现在是受命于我 所以我决定离开 什么意思 不愿意做我的下属了吗 丁建平救过先生 我感激他 但是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就让我们背叛党国 拒不执行清党的命令吧 我不执行这个任务 那是因为这个任务不正确 不是因为丁建平 命令就是命令 即使是错也要服从 任务完成了 我会回来的 我真不应该让你去广州 接受那个训练 即使不去广州 我也会以党国利益为重 先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就去医院找我 李显达认为 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 前来保护宾夕铁路的初衷 十分失望 就这么点钱 兄弟 已经不少了 一千都不够 两位大哥 你们回去跟台爷说说行不行 再宽限我几天 我保证 一定把钱还上 我保证 不 少废话 没有钱 今天我就带你一只手回去 是不是 我靠这手拿手弄到吃饭 是不是 打 滚 臭娘们儿 等着瞧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来 走 这消息刚传出来 股票就往下降 这怎么回事啊 这公司这样下去 那不垮的呀 垮就垮吧 董事长死了 二少爷都自身难保 我们待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啊 这笔钱要是追不回来 铁路就修不成了吧 那倒也不至于 公司还可以拿铁路全做抵押 去向银行贷款 那就好 这条铁路 可是董事长的心愿 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 交代曹木菲的那些话 现在想想都令人心酸 是什么 可是现在公司一片混乱 股票一直往下跌 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久 公司就会垮掉 要是曹莫菲在就好了 她一定会有办法的 只要莫菲能平安回来 有没有办法 根本就不重要 我去公司转了一大圈 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 郁闷死我了 看样子就算召开董事会 我也当不上这个董事长 你急什么 跟曹莫菲一定罪 你爹留下的这一切 还不都是你的 不是那么回事吗 董事长是选出来的 丁建平说了 股份至少占百分之五十 才能自动出任董事长 我爹才百分之三十股份 我全继承都当不上 不当就不当 反正你又不懂 在家做的收钱不好吗 不好 我是长子 爹不在了 我不想威风威风吗 你看这样 你要是真想当董事长 就去找那个江宇晨 告诉他 只要你当上董事长 就让他做总办啊 妈 他都不是股东 我找他有什么用啊 你傻呀 他不是股东 但他是金大发的女婿啊 你想想 金大发一句话 那个股东敢不学你啊 也对 还是妈总 我找他去 你想做 宾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我倒不是在乎这点工资 主要是这个身份 我到哪儿都风光啊 沐青 你呢 就没做过生意 对吧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你能管理好吗 不是有你吗 事成之后 我任命你为总办 公司大小事都交给你处理 我还怕你嫌累呢 我知道你对修铁路感兴趣 最近买了不少铁路公司的股票 不过没有我的帮忙 你甭想坐上总办这个位子 好 董事长 野心不小 我努力试试看 好 不可能不可能 你曹墨青的脑子 这事不可能是他的想法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你不了解曹家 这事啊 有可能是孔氏干的 也对啊 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 争取利益 不足为奇 这样也好 这是一次机会啊 曹墨青要的不就是虚荣心吗 你不正好也需要曹墨青这么一个木偶 做摆设吗 只要陷在你手里 你还怕控制不了他 董事长的葬礼才刚结束 曹墨青就开始急着继承公司股份 瞧他那指高强的样子 就跟他自己真是董事长似的 咱们公司这段时间啊 真是多灾多难哪 丁总工 我最近听说 有很多咱们公司的员工 把手里的股票给卖了 而买家就是姜月辰 是啊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选出董事长 结束公司这种混乱局面 那就抓紧时间 召开股东会议啊 曹墨菲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 这个时候召开股东会 选谁啊 那您的意思是想让墨菲担任董事长 当然了 姚军山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 根本无心打理铁路公司 更何况他们根本不懂 曹墨青就更别说了 如果让他当了董事长 那才是我们公司最大的灾难 论技术论能力 墨菲都是最佳人选 可曹墨菲 现在还在警察局里关着呢 也不知道这个许坤 到底想把他怎么样 既不放人也不审判 弄得我们想救他 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许坤心狠手辣 什么都做得出来 他如果给墨菲 按上一个通匪的罪名 我们根本没办法救他 董事长被绑架的时候 特意叮嘱我 让我帮着墨菲把公司撑起来 我答应他了 可是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怎么帮他 这个许坤心狠手辣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我就怕他给墨菲安一个 通匪的罪名 到那个时候 谁都救不了他了 谁呀 是我 冯美云 冯小姐 不知道许局长今晚有没有空 我想请你喝酒 当然 能够让冯小姐盛情相邀 我是倍感荣幸啊 今晚八点半 大三月五庭见 对 江玉成从兵州铁路职工的手里 买了不少股票 据我调查 散落在外面的股票 其实并不多 到他手里的 不过是百分之七而已 那就是说 他仍然无法控制公司 是 是的 那其他股东都有谁呀 其实我们现在考虑的 并不是其他股东 是曹定邦的大儿子 曹墨菁 如果曹墨菲不回来 他将继承他父亲所有的股权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这小子我知道 成天混迹无听 为了独占自己的家产 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算计 对这种头脑简单 酒色之土 我想 侄子小姐你一定会有 很多办法对付他 我就想完整 还能带着 葱 摄影 似乎 公司 公司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是第一次来吗 不是 以前经常来 后来让我爹知道了 就只能偷偷地跑出来 知识小姐呢 我是第一次 我刚刚设计好一套和服 想出来散散心 好像有什么事情召唤我一样 我就走进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 电影里学的 应该叫 有缘千里来乡 那不是曹家的大少爷吗 这父亲尸骨未寒 而弟弟曹莫菲 关在大牢里 前途未捕 他自己倒玩得很开心 有点意思 莫菲 就拜托你了 好说 冯小姐 只要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让我满意 我就会让冯小姐 更满意的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也不多睡会儿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孤傲的样子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捧在我的手心里 你什么时候放人 好好好 曹莫菲 旧父亲切 情有可原 经过警察局的详细调查 并没有发现他通匪的证据 所以 警察局的结论是 曹莫菲 证据不足 马上释放 怎么样 满意吧 我去接他 来 走 快点 快走 老实点 走 走 莫菲 不用找了 我自己来的 美玥 我不在的日子 公司都还好吧 莫菲 我跟你说个事情 你千万要有心准备啊 董事长 他 不在了 不在了 爹 对不起 儿子不孝 没能回来 见你最后一面 爹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牢记着 我将来 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人 凶手是谁 查到了吗 不在这儿 还没有查到呢 不过 外面都传是阎老虎 为了报复才杀下的曹董事长 我们放了阎老虎 我们放了阎老虎 我相信 还没有必要烦咬一口吧 还有一种说法 说是江雨晨 江雨晨 莫菲 你仔细想想 之前你在监狱里 遭到暗杀 然后这次曹董事长被抓 他江雨晨都在现场 难道真的这是缴合吗 还是说 这一切 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中呢 江雨晨 如果这是真的 我绝不会放过你 总之 你答应曹默青是对的 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啊 很重要 我呢也是希望事情 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待到咱们成功的时候 希望高田先生 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忘不了 这点 请江先生大可不必担心 等事成之后 咱们好好庆祝荆州 喝他个一醉放休 庆祝可以 但是喝酒就算了 因为我呀 我只能喝茶 你看看 我忘了 你不会喝酒 男人嘛 我也希望有一天哪 可以酒精不过敏 千斤喝不醉 男人嘛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酒精不过敏 千斤喝不醉 是他 江雨晨竟然是小时候 救过我那个小臣 谁 过去看看 上个 不许动 不许动 把手举起来 莫菲 有忘了我们的约定 我没有 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怎么样 好玩吗 好玩 曹莫菲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小时候的好朋友 江小臣 就是现在的 江玉晨 雷娅娜你還記得這裡 故意迎我到這兒來的吧 剛才你為什麼救我 因為你是我朋友 你會把殺害自己父親的人當朋友嗎 你為什麼隱瞞身份 為什麼不告訴我 如果我沒有發現 你打算瞞多久 能多久就是多久唄 就為了得到鐵路公司 我問你 我父親的死到底跟你有沒有關係 你要是不信的話 拿槍幫我 你以為我不敢嗎 曹莫菲 我真沒有想到 有一天在這裡 你拿槍指著我的腦袋 我也沒有想到 有的人為了達到目的 可以出賣朋友 還可以跟日本人勾結 做起了罕見 別人說我是罕見可以 你不行 如果我不顧忌有羞 我憑什麼三方五次地救你 我可以 我不殺你 就當是還了你這份人情 還記得小時候嗎 知道為什麼每次敗手玩 我都輸給你嗎 因為我珍惜你這個朋友 珍惜你我的友誼 但從今天起 一筆勾銷了 但是殺父之仇不能不報 當我查出了真相 如果真的是你做的 絕不會受人 難道是我做錯了嗎 曹莫菲 我不想跟你成為敵人啊 這些年 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個從小正直狹義的小塵 為什麼會變成 殺害我父親的兇手 我該怎麼辦 我沒打死 我今天沒有 我問你 絕對 我有一個很忙 你也不受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父亲的股份 占整个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三十 你跟曹墨庆各分一万 我已经通知王律师了 他明天会过来 帮你们办理继承的事宜 莫菲 你绝不能把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曹墨庆 否则的话公司会毁在他手里 我会跟其他几位股东约个时间 召开股东会 推举你当董事长 我知道 为了不辜负我爹对我的信任 这一次我不会跟任何人妥协 现在剩下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金 胡淼外逃 什么时候能够把他抓捕归案 还是个未知数 那我去拢下账 看看公司还有多少钱 如果能够维持到勘测结束 修录资金的事情 我去向银行申请贷款 好 去吧 美渊 谢了 许坤这么快 就把曹墨庆给放了 确实有点奇怪 他跟我说了 他说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放人不行啊 还有什么证据啊 就凭曹墨庆把阎老虎给放了 许坤就可以给他安一个通匪的罪名 把他毙了 看我说呀 这个许坤 是收了人家的好处了 怎么了 朱老板 我发现你怎么跟日本人 越来越像了 怎么动不动就要杀人了呢 那除了杀人 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倒觉得 你和日本人也越来越像了 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我从小不就这样吗 我肆无忌惮都已经习惯了 哎呀 朱老板 我呢 其实啊 并不想去杀曹墨菲 真的 我就是想让他里边多关几天 等我让曹墨庆啊 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就可以了 你想服侍曹墨庆 做这个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 因为曹墨庆答应我了 只要让他做这个董事长 就会让我来做铁路公司的总办 我就可以负责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 曹墨庆是个废物组委律 到时候大权不是掌握在你手里吧 对啊 所以我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 让曹墨庆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哎 那我倒有个办法 可以让曹墨菲 失去这个继承权 让曹墨庆继承他父亲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那么在选举中祭败曹墨菲 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行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求财不害命 我不想要曹墨菲的命 放心 你看 习惯了 大哥 听说许坤把你放了 你是不是希望我永远都别回来 哪儿的话呀 弟弟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呢 听说你想担任董事长这个位置 哎呀 没办法 我是长子 爹不在了 这个位置当然是我的 哥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位置 很容易伤人 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那你说说 你想做什么 什么时候带公司恢复勘测 怎么拉拢资金 我劝你别想天开了 老老实实我是你的 如果你惦记的是董事长这个工资 这份钱我给你 可董事长这个位置 你就别惦记了 这么说 你是想当董事长啊 没错 我不想辜负爹对我的信任 我想带公司走出困境 把编夕铁路建成 那就看看谁能争过谁 好 那咱们俩去公平竞争 等等 股票该分一下了吧 我已经约了律师 你明天下午来公司就行 大少爷今天怎么了 不开心啊 没有 还不是为了当董事长的事 曹莫菲回来了 趾高气昂地跟我说要跟我争到底 你们都是曹定帮的儿子 你为什么要怕他呀 我才不怕他呢 那小子大学毕业 跟爹在公司里干了一年 认识人比我多 会得比我多 是有点担心 不要做没有勇气的男人 会让我看不起 墨金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你一定比你弟弟强 如果你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我就送给你一个礼物 是吗 是吗 一言为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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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某人一心想要这个位子 舒服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觉得他舒服的人 只是拿他当个位子坐 而再其位谋其政 再其职尽其责 就要知道 坐在这个位子上 它意味着什么 大哥 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 你咬完嚼字 文周周地说了一嘴 我听不明白啊 也不想懂 我就知道这个位子 谁有能耐 谁坐 而我认为 是能把宾夕铁路捡好 才有资格坐在这儿 哥哥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啊 毕丁 丁叔 莫菲 坐在晚上这里禁贼了 没有丢什么东西吧 我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异常 也没少什么东西 也没少什么东西 那就好 那就好 进贼了 晚上不是有巡逻的吗 你们这一个一个都干什么吃的 啊 懒得理你 律师不也来了吗 来 办正事儿 股票呢 股票在跌的保险柜里 钥匙在我这儿 王律师 这边请 请 好 这份遗嘱啊 遗嘱 我 是我爹写的 是爹的字节 王律师 您来吧 好 我念一下 好 你来 本人曹定邦 自被土匪绑架 倍感人生多难 世事无常 未身后继 今立此遗嘱 本人名下一切财产 既由次子曹莫菲继承 他人物与正治 是 不可能 我爹怎么可能那么偏激 把一千都给他了 这落款由曹董事长手印 我们去施工所验一下 没有其他问题 就可以办理继承了 好 让开 我才是曾子 公司是我的 爹的一切都是我的 大哥 你别激动 除了公司我什么都不要 还都是你的 还都闺女 放屁 你们一个一个的联合起来骗我 我跟你拼了 放开我 好公子 你放开我 你冷静点 这是你父亲的亲笔信哪 好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 曹董事长名下的股权 就是你的了 慢着 你的 必须 Karib 你明天那么高检查 你又来干什么 对不起 我在执行公务 曹默 44 有人告你偎造遗嘱 麻烦你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 什么 这么看来 那份遗嘱一定是假的 这就是一个阴谋 那莫菲会不会因此坐牢 这是私人的遗产纠纷 那些遗产 莫菲动都没来得及动 应该不会坐牢 但是他的 他的继承人资格 肯定是要丧失了 丧失继承人资格 那你就是说 这个公司会落到曹沐清手里 莫菲 怎么样 经过鉴定 那份遗嘱是假的 我们太大意了 根本就没有核对遗嘱上的笔记 就急着去施工所 办理相关的手续 那谁能想得到 保险规律的遗嘱是假的呢 我只是觉得 如果我大哥接管了公司 那公司会变成什么样 真的难以想象 莫菲 我可以把我百分之十的股份 给你百分之九 剩下的 我们再想办法 不